台上的表演人员乖乖戴着口罩 卖力跳舞 看来一切合乎防疫规定 但画面一转到台下瞬间破功 现场目测超过50人用餐 虽然有梅花座 也有保持适当距离 但是几乎没有人戴口罩 餐桌上也没有隔板 会员们开心吃饭聊天 看着表演鼓掌叫好 让人捏把冷汗 主持人更夸张 走上台也没戴口罩 来 掌声鼓励 谢谢 表演者全都戴着口罩 但是其他人只顾着比爱心 口罩全部失踪 另一张合照 头上的皇冠没忘 却忘了最重要的口罩 十几个人肩并肩搭合照 却不见戴口罩 没戴口罩是事实 狮子会长却说是瞬间脱罩 虽然会长已经为防疫瑕疵道歉 但新竹市卫生局人决定展开调查 日前才爆出台北狮子会会员聚会 没戴口罩逐桌敬酒的违规事件 五月份新北狮子会的狮子王万华群聚感染案 也还历历在目 狮子会会员一再违反防疫规定 就怕会成为下一个破口 记者何梦千张志人新竹报导